今天在立法院裡面 立委凍結圓民臺 預算三分之一的主要原因之一 就是認為出現在 圓民臺新聞的政治人物 政黨比例不均 是由民進黨的立委發現 幾乎受採訪的政治人物 大多都是國民黨籍的政治人物 要求圓民臺未來每一季 要在圓民臺網站上公布 所有新聞跟節目 受訪政治人物的政黨比例 今天是在立法院朝野協商之後 最後決議凍結圓民臺電視臺 明年度三分之一的預算 而且要求新聞節目 每一季要公布各政黨的公職人員 在電視上出現的次數統計表 同時認為要求圓民臺董事長 執行長跟圓民臺的臺長 在任期之內必須退出政黨活動 除了凍結預算 凍結比例之外 另外一共刪除了一百二十萬元 原文會行政管理業務的預算 圓民臺國內外旅費也一共刪除了一百萬 既然有排行政策 partager這個事情 一定要講解